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 在昨天大盤指數修正以前 市場上普遍來講 對這個行情是不樂觀的 是不看好的 為什麼慶祥老師特別的樂觀 前波低檔支撐已經接近了 自己來看一下 上次台股來到562 那收腳指跌它有沒有轉折向上 所以9562這個低點 是一個有效性的支撐 昨天的指數最低是9622 離前波低檔支撐只差60點 所以我在前兩天告訴你 這是一個重壓的一個時機點 這是我樂觀理由的第一點 我另外第二個樂觀理由是因為 從去年度的下半年開始 台股呈現的是高姿態整理架構 每次只要回檔個300點以上 你來跟我佈局 你來跟我合作 都會看到可觀一個績效 去年度了一個下半年 台股這邊跌幅都超過300點 每次你來跟我重壓得到的 都是一個可觀的財富增加效果 因為指數都會往上走高 前一次也是一樣 大萬15這邊來到9562 跌了307點 當時候你跟我買台盛科的 有沒有將近五成報酬率 而且我是在134告訴你要賣 賣掉之後我說不要輕舉妄動 頂多是反彈 今天那個台盛科剩95 所以來看一下上一次台盛科 我是不是從93代會員買的 3月24號134按計畫停力賣出 賣掉的一個資金 我說過不要因為它的反彈 你輕舉妄動 否則你很容易受傷 這樣跟你說過嗎 所以當這禮拜一 台盛科突然的跳空漲停板 對來到113 我相信又有很多分析師 拿出來炫耀 拿出來湊熱鬧 當天漲停板是有打開的 對 最低是111.5 你是追得到的 但是今天一個台盛科 剩幾塊錢 剩95 差了20幾塊錢 那如果離我的賣點134呢 差了幾塊錢 差了將近40塊錢 100多塊錢的股票 你買個10張花你100多萬而已 你沒有跟我賣對 40萬的資金不見了 所以這次台股的回檔 300多點 我有沒有帶會很 安然的避開 下跌段的風險 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有這方面的能耐 上漲段 賺利潤 下跌段避風險 當你避開風險 接下來現戰 你要跟我賺取 非常可觀的財富了 因為前兩天 我對盤勢的看法 量價結構的分析 應該有幫助到 很多頭廟的一個操作策略 前天禮拜三 台股重挫了106點 我說下差距量 800多億 代表第一檔曾經的買盤 還相當積極 昨天量說價跌而直穩 這兩天的量價 我說很漂亮 盤當然隨時會轉折向上 因為又接近前波的有效支撐 9562嘛 所以今天台股呢 是不是上漲了84點 那當然今天那個轉折向上的力道 不是太強嘛 只有701億啊 那代表目前市場上的一個信心 還沒有完全的恢復 那剛好這兩天 又失望廉價嘛 所以呢量能會稍微低迷一點點 下個禮拜補量 這盤就會比較精彩 那如果下禮拜 怎樣還是700多億呢 那這盤 當然持續性的整理啊 他會在那邊晃來晃去啦 那如果這個晃動的整理過程 對很多朋友 你昨天前天還來不及調整持股的 記住今天的電話 你給他撥通進來 下禮拜前半週 當然是你調整持股最好時機啊 我在這兩天一再提示你啊 300多點的一個台股 你看到是跌勢 我看到是賺取黃金利潤時機啊 你一定要把你的資金 做好最好的資產配置 你一定要把你的投資組合 做成最好的完美的投資組合 你才有機會把之前所損失的利潤 連本帶利賺回來 不要不行動 不要因為盤跌了300多點 你認為你的股票下跌是應該的 你就視而不見 你又期待這個盤上去 你的股票跟著反彈 如果你股票會彈恭喜你 但是有些弱勢股該換 你還是要換 換對到強勢的標的 我說青年度要幫你創造三成以上利潤 相信青老老師我一定會幫你辦到 因為很多檔個股 在這波回檔的過程 大盤還沒止跌 以前他已經領先落底了嘛 禮拜一我是不是開始買進了維生 買在270啊 一個禮拜將近三成 56塊錢的利潤 我賺給你 是不是 昨天的一陽 領先大盤 逐出5天的一個短底部嘛 今天一陽有沒有轉折向上 漲了10塊錢啊 所以這波的行情 青老老師不管是對盤勢的一個分析 以及給你的操作經驗 你有沒有跟著做 如果有今天台股的一個第一天 轉折向上 那個可觀的財務的效果 我希望下禮拜 你跟我再度的一起迎戰下去 而不是在那邊等待 等待是沒有機會的 如果你自我原地踏步 你的資產 是可以產生一個有效的效果 比如說前面這一波 該賺的你有賺到 對該避開的風險你有避開 就如同台盛科嘛 將近五成利潤你有賺到 高點你有跟我賣的 那現在的回檔 你是不是可以重新佈局 另一波主流標的 這是青老師一再誠心 提供給你一個看法跟操作經驗 那需要我幫你做調整持股 將你的資產配置到 最棒的標的了 今天因為在下個禮拜前半週 是你把你的投資組合 調整一個最好時機 希望你趕快跟我聯絡上 能幫助你的分析師 絕對是少數 因為這股票市場上 能為成為最top級的頂尖贏家 就是少數的金字塔頂端的人 金老師有沒有領先市場 但你買進領先大盤落底的 強勢機油股 禮拜一的維生 為什麼可以先買先賺 我們對於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 面面俱到 維生 胎壓監視器的領導廠商 產業的結構 我分析讓你知道 賺一個股本的基本面 我也說給你聽 未來市場上的展望在大陸 你應該聽得很清楚 這叫產業分析 技術型態的底部跟量價 在禮拜一同時給你帶到 所以當一檔股票 他買進的條件 那麼棒的同時 你來跟我買 真的是現買現賺 不用等 這檔股票我說過 我已經超過半年不碰他了 老同學 以及我的一個會員很清楚 我之前每次操作維生 每次幾乎都大賺 為什麼超過半年不碰 當股價回檔修正 這叫空頭的手勢不要碰 碰了就受傷 在打底的過程當中 來到這禮拜 剛好是一個攻擊量的發動點 你跟我買 不用浪費這邊的一個時間 因為你買在這個底部的 初步的階段 你很容易被洗掉 買在禮拜是什麼效果 當天盤中 大盤跌了62點 維生10.06分 告訴我們會員 胎壓監測器的一個大廠 基本面賺股本 大陸市場那邊很大 技術形態底部完整 我告訴會員 200基附近買 10.06分 你是會員收到我call訊 掛200基有沒有辦法成交 經過17分鐘 來到23分 股價還在270 親愛的會員 你有沒有買在270 那個發動的一個時刻 保證一定成交 因為當時還有269.5 當天買完之後 盤中拆檔亮燈 尾盤收279 我們是不是賺了9塊錢 禮拜更強 直接亮燈漲停盤 306.5 這麼棒的一檔標的 兩天的時間36塊錢 從270到306.5 禮拜三更強 台股當天種出106點 我介紹的股票 盤中大漲8.6% 這是你要 這是你需要去調整到 絕佳強勢 基本面個股 很好的一個時期點 盤跌掉300多點 在昨天以前 你有沒有很悲觀 我是不是很樂觀 我的樂觀讓你看到了未來 今天那個台股呢 第一天轉折向上 漲了84點 我說剛上來而已 這個盤如果還需要時間整理 還在這邊放動 你的股票 需要我幫你做調整的 真的不要客氣 我這幾天大力的疾呼 不厭其反的 告訴你 你要做出這樣的動作 就是希望未來台股 往上攻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將你之前損失的 不管你跟誰操作的 清隆老師負責幫你要回來 我有沒有這方面的耐 你看我對大盤的轉折 以及個股的操作 有沒有切中要害 你應該清楚 清隆老師一個人耐 所以維生 禮拜271買完之後 禮拜三台股中錯了106點 它大漲8.6% 強勢股 當然不要隨便賣 從270到禮拜三的 收盤價314 這是40塊錢的一個真實績效 我不會用最高點333 來跟你計算 所以當禮拜四的一個維生 股價一樣收在314 不動 黑給棒 我說還沒有走完 既然還沒有走完 昨天禮拜四的平買一下 可不可以買 我對於會員的資產的規劃 一檔股票就是買進加碼爆破斷 今年度的一個台股 內資中石路歸隊 我說過很多檔基督性的個股 報酬率會有三成以上 我希望你可以賺滿賺飽 而不是打開做高票 都賺一點點就走 之後都撩大條的 這樣你是要怎麼扶掉 清隆老師一個大賺小賠的原則性 希望我們在會員 在盤中所給予會員的資訊 你一起來參與 給彼此一個機會 跟著清隆老師 一起來迎接未來的行情 你就知道什麼是 掌握三成以上的波段行情 所以這禮拜的一個維生 到今天為止 有沒有 又多賺了12塊半 昨天股價不動 我們績下沒有改變 270到禮拜三的314 44塊錢 禮拜四收盤價還是314 四天還是44塊錢 我說還沒有走完 很肯定 我因為短線漲了快三成 就告訴你趕快賣 今天的維生 又漲了12塊半 收盤326.5 5個交易日 56塊錢 從271到326 平均一天大概可以賺11塊錢 你買個10張 56萬 是不是 你買個5張 28萬 這是什麼行情 採對節奏跟對人 這個盤的一個力道 所給你的是個股表現的空間 大盤 其實 至少它不會跌破前波低檔了 至少現在是一個相對低檔 對今天紅街棒 同樣你應該有信心了吧 對不對 所以拿出你的勇氣 將你想要 資產的一個投資組合 要達到一個最好的進居 那種決心 你要付諸行動 不要光說不練 不要光看不做 那都不好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已經看到 慶老師選擇的標的 領先大盤落底的維生 禮拜270買的 到今天為止 326.5 五天56塊錢 希望你同步來掌握 已經將近三成了 那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我也告訴過你 伊揚一樣 這五天的一個表現 是不是比大盤強 大盤昨天見低點 伊揚在前面五天 它是已經不破底了 所以短底行程 它當然有機會 那機會來了 你就要把握 就像上次3月10號 伊揚的股價 目前還沒有漲 上次3月10號 我說這檔醫療常造的 一個政策概念股票 它具有長線的議題 因為這個政策具有延續性 跟世世代代子孫 都有關係 所以上次的一個操作 3月10號 伊揚還沒大漲 我說進入壓縮會噴出 既然會噴出3月10號的伊揚 你要跟我買在231 當年台股一樣重挫 跌96點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千好是一個操作風格 什麼是反市場 當大盤只要急殺 我一定會出手買 強勢性的基金股股 因為這個盤 就是強勢整理 難得回檔了350點 又接近前波的有效支撐 這個時候不重要 中壓什麼時候中壓 所以禮拜三 禮拜三 這一根長黑可不可以買股票 所以不管禮拜三禮拜四 你布局你跟我卡位的 有沒有產生一個 可觀的一個財富效果 所以上次的伊揚一樣 利用的是大盤盤中急殺的96點 231買伊揚 3月10號 有沒有噴出 結果從這邊噴出來到326 那整個一個波段漲了95塊錢 我大概賺了89塊錢 我在3月24號320做調節做停利賣出 這樣一買一賣就是89塊錢 所以上次的一個伊揚的操作 很完美啊 那這次台股跌了300多點 伊揚在昨天 我有沒有告訴你 5天的短底已經形成了 加上基本面醫療常照的一個商機 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鬆動 所以接下來他當然有機會往上啊 5天就要轉折嗎 所以伊揚有沒有機會往上 我既然告訴你有機會往上 我當然會告訴會員做卡位的動作 所以我在禮拜三禮拜四 都告訴會員伊揚是可以買的 因為他已經領先大盤 沒有再破底了嘛 所以這禮拜的伊揚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介入點啊 禮拜三 9點56分的伊揚 266附近買 經過大概20分鐘啊 股價265嘛 你是對時對價 266保證一定買得到 那昨天告訴你伊揚 既然有上漲機會 禮拜四的伊揚 又出現殘紅吞噬的供給訊號 空手者在267附近買 10點42分告訴會員的啊 經過兩分鐘股價幾塊錢 267啊 你去對時對價 267當然一定買得到 對不對 因為昨天的伊揚就收267嘛 所以看到一檔股票領先大盤 足底了 落底了 既然有機會 禮拜三伊揚266買 禮拜四的伊揚267再買 連買兩天啊 有沒有印證 今天一樣 漲10塊錢277啊 什麼事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機會來臨的時候 你要把握 你要把握啊 兩天的時間 10塊錢 這個行情難不倒 我們對於盤勢的一個看法 以及應該付諸在會員的一個操作過程的策略 已經交代的很清楚了啊 南盤見高手 我希望你跟著高手一起來動作 你的風險才會降低嘛 利潤 一陽兩個交易日10塊錢啊 267到今天277嘛 是不是10塊錢 維生 270到今天的326.5 五天是不是56塊錢 這麼迷人的一個操作績效 所帶給我們會員的 是一個贏家的喜悅 所帶給觀眾朋友的是 下個禮拜 你要好好的跟我來合作 該如何調整你的磁骨 達到一個最完美的境界 需要有幫忙的地方 等一下廣告中的資訊算件 盡量給它撥通 而且一定要撥通 慶良老師才有辦法幫助到你 休息一下 再會到節目內現場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神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成功投赴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福利 成功投赴 值得托付 贏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成功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素加專線 022 2752 5868 2752 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想自己成為操盤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代手 受用無窮 立刻不達 入匯專線 022 2752 5868 2752 5868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禮拜三 台股 重挫了106點 我買進了一檔 三月營收 歷史新高的 強勢性基額股 跟去年比較 還成長了34% 這張股票 1568的倉優 這是它的基本面 它的K線形態 我禮拜三是不是告訴你 它出現這一萬多張的攻擊天亮 有機會噴出 當天形態突破當然要買 買了之後我告訴你 明天還有機會 所以禮拜四的倉優 當它開高之後收黑街棒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因為它馬上又出現 超過一萬張的新天亮 依亮仙價型的概念 它還有沒有高點 所以昨天的黑街棒 倉優我提供給你的建議 你一樣把握低階嘛 所以來看一下禮拜三 它的一個價格 最低是34.4嘛 它的成交量是 一萬一千多張 謝老師介紹的股票 量大好進出 當然又很好賺 只要你跟著盤通訊息 一起來動作 反市場低進的一個 這個風險係數相當低 因為禮拜三 台股是跌了106點 倉優強勢性的肌肉股 我帶你卡位 當天收漲停板 隔天禮拜四 開高走低 殺下來對不對 我為什麼提供給你的一個經營 是把握低階 因為它馬上又出現 一萬五千多張的一個新天亮 量滾量 價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整個倉優的一個格局 今天表現如何 今天表現還不錯啊 盤通大概漲了4%以上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這一檔倉優 應該其他分析師不敢拿出來講 因為看到價格是開高走低 它在跌嘛 謝老師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它量人所呈現出來 未來價格的走勢啊 所以明明一樣一股票 看法不一樣 操作的一個結果當然不一樣啊 所以昨天的倉優 我的分析 運用量價以及基本面的配合 告訴你 還是可以把握低階啊 那今天一個倉優股價呢 有沒有大漲的4.4%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昨天的一個盤勢好嗎 昨天的盤勢跌了350點啊 還沒漲喔 你會看好嗎 我會不會看好 昨天有沒有股票可以低階 嗯 不管倉優還是伊陽啊 你看一下 伊陽這樣兩天的時間 10塊錢啊 買個10張是10萬啊 跟對人是不是很好賺 跟錯人呢 需要我幫你解決問題了 別客氣啊 我知道台股回了300多點 或多或少 頭廟你的一個持股會讓你受傷 那這個受傷不是自我安慰 它沒辦法撫平的 它是需要調整持股 來幫你解決問題的 所以剛好回到了 所謂的前波低檔這個支撐位置 那來到這個位置 我說調整持股 是你必要做出來的一個動作 你只要把你的股票調整好 太弱流強 你之前的一個損失 是有機會連本帶利賺回來的 這才是反敗為勝的當務之急 你要付諸這樣的行動 需要我幫你調整的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啊 我怎麼說盤 我怎麼帶費完的 你難道看得還不夠清楚嗎 所以當今天台股呢 轉折向上 漲了84點 有什麼股票 還是可以進場 還是你弱勢股 可以換進來的標的 趕快做出這樣一個執行力 今天有一檔股票 它盤中急殺 它三月份零說 連成大力高達43% 從禮拜三高點下來 今天剛好三天 轉折買點浮現 昨天禮拜四 它重錯 你知道我意思嗎 今天持續性的重錯 今天沒有漲啊 盤中在回檔修正 你知不知道 這是一個三天轉折的買點 做股票 有時候買點 是要等的 當它回撤之聲 那個買點已經來了 你就不要客氣 把你不會動的股票 換到這樣的標的 你的人生才有辦法變成彩色的 剛好從禮拜三的高點下來下來 連跌三天 三天叫轉折 轉折買點浮現 我帶你買 我帶你換股 因為它基本面很棒 成長了43% 好不好 今天這張股票尾盤當然是收高啊 另外一檔很強勢性的基油股 三月份零收 一樣成長了20% 你有沒有看到 它高點下來 高姿態整理8天 而且今天出現 實質止跌的訊號 強勢的量縮整理 下禮拜它只要放量 就會衝出去 這也是我這幾天 帶領新進會員 要買進要換股的標的 所以今天台股你已經看到 真的轉折向上了 未來盤勢所創造出來一個主流 脈動的相關個股 我希望那個波段行情 你跟我一起來掌握 記住要做出調整持股 你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自己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不知風險 不知風險